把这边牛肉这个味道发挥到极致的那种香气 量凉了 个子平衡里面 原来看 皮一蒸 全是不冷的 牛肉 就是选最好的牛腩 直接下水锅里了 这个冷水下锅 总关键 它这血水是从里边往外边 我给它紧过来 割点葱里边 就好通风阳阻止 不浪费 陈皮 师傅焯水 我都要搁陈皮 陈皮有一种芳香味 融到这里边 它就把这个牛肉这种不好气味 它就能给破百两 对 醋一个是分解 一个是去腥 一个是它容易肉的 很辣 有个黑色子 这个陈皮和醋 这只叫我们非常好吃 这个火别太急 要让它慢慢煮 上次常常说砸了五次 这次的蛋没砸 你看它都磨得一样粗 就说明那个醋的渗透做得非常有 它分解里边的这种脏中的 然后说你看大爷一直在撇 基本上都干净了 这个大伙子 料还消失 非常干净 干净了吧 二伯 这要给您了 焯了十五分钟 现在我们开始出锅了 这个都不用洗 干净了 太干净了 连这个肉的纹路都看出来了 这点油 鸡 炒点烤菜 要点水吗 来点水 油水混合这叫 能融化油块 炒点油 那个炒糖色最好是什么糖 最好是冰糖 冰糖它出来有这个糖的颜色 红亮 炒点烤 炒炒啊 你能炒点烤的面 开始变 现在变稀 变稀变茶色 然后变成有点酱色 像红色 这个时间要以网子习惯 我们要喷水了 不喷水 也让它向灯 放入葱姜 看有花 再放点 开了啊 进去翻炒 二伯仇可以是在火上练功夫的 什么要勺要真功夫 对 来开大火 变色了 再炒着它颜色还会重 老抽 让那个肉完全上色 老胖子的黄油 清新增香的 我们就喝这花锅油了 上色的过程 老锅油了 我们亲爱的黄油 照这个方法学 一定能照顾非常美 是 山南 桃果 我得把这里头的猪肉 糊皮 卤皮 白芝 三角 干辣椒 每样都吃完了 要清洗 要清洗 看啊 这块是炒汁 红肠牛肉的汁 二伯给倒油了啊 倒油了 放回去 做一个小放骨的板子 大会烧的啊 如果说已经不吃大的 你就分数下这个 你看啊 有点酱 有点酱 红豆酱 还香呢 更加清洗 味道要合一 来啊 调火 炒酱就是调火 来点鱼鲜 好 来啊 先一个下锅 鱼鱼 然后接水 就这点料啊 放过这个黄油 它是属于绍兵的黄油 绍兵 绍兵 好 红的 好 行 好 然后红把这装过来啦 好 炒进去 好 牛肉面 这汤头多点 不吃牛肉面红烧的 汤少点 胡椒粉 胡椒粉 白胡椒粉 好 然后这碗糖 糖 怎么样 底味 底味 盐上油吧 再喝一点酱油 颜色好 味道好 冰糖老抽 做菜不走 颜色好 够了 这是我的秘密武器 秘密武器 什么来了 青椒香菜 香菜 还有比较生肝 为什么 家里有什么作用是吧 做完了就知道了 先来锅道 后面锅肥小 智能的高牙锅要20分钟到25分钟 这个高牙锅还是比较遵徒传统 你往那边锅 对 好了 我先锅了 先锅 哇 香 嘿 这颜色你瞧瞧 来到一看看这一样 漂亮 我开始剪料 这活呢教给大爷们 我来 教我吧 教我 教我 你看这香料啊 就要剪干净 大爷说了 我打盒了 我就是打盒了 你知道的味道 我拿着剪东西特别形 我得上风缩头 这个锅 你先去 你先去 不是喝多了 你先给它捞着吃吧 捞着吃就捞着 捞着一会儿这汤就过锅了 过锅了 一会儿把这汤得锅一下锅 锅一下锅收汁 这里边不能有辣椒皮子呀 什么葱毛子呀 姜片啊 过锅 过锅了 过锅了 把胡萝卜倒出来 再倒出来 胡萝卜倒出来 再把它搅上锅里去 对 胡萝卜倒出来 您把汁再倒回来 倒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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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萝卜倒出来 把后边那锅拿过来 把后边那锅拿过来 倒油 来 把胡萝卜炸一下 把胡萝卜炸一下 把胡萝卜炸一下油 把这个胡萝卜过嘴 中火干 点一点粉子 这胡萝卜 浑醋搭配要合理 颜色美观 炸一下能保证这胡萝卜的完整性 所以接下来 来点美积 好 舍了点青椒 像很有大量的微熟柚菜 齐心 脂肪 先来点鱿菜的香气 闹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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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囊闹闹闹闹闹 manufacturers 以往无双牛肉这种辣味的都是蝶子丸酱的一杯 这条辣味 二白搁的这两盆是青辣椒 先搁两盆 后搁两盆 香菜 他要的一个青辣椒这种香气 这个香跟蝶子丸酱的香不一样 清香适口 就这个辣味的更加粗粗 这个汤汁还得收一收 这给收年了 我跟他说两句 也都要让你搁的蒜 为什么要后放 你后放你吃不出蒜的味 你要先放就什么蒜的味 这个方法还可以做什么样 可以炖排骨 可以炖猪肉 都可以 但是你要真实炖鸡 这个方法一定要让鸡块炸一下 肉鸡要直接炖 一会儿这肉就辣了 一定要加点粉子 用热油炸 这鸡才能好吃 不然的话 这鸡又烧的油烂粥似的 明白 这得烧散锅了 煮完了一会儿散锅一炒 这两块牛骨 这点底油 好 二杯 倒 漂亮 太神了 太神了 这一道 这个橙汁一下就下去了 香 嗯 先尝 现在正好正香 来 先尝吧 尝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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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带 嗯 好 简单的皮下 弯是固的 弯是固的 清辣的香味 有香菜的香味 还有胡萝卜土豆的香味 最后最敏感的牛肉的香味 这个如果是菜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道菜 如果说我们汤汁多一点 就是一个很好的 红烧牛肉面的一个汤点 其实你刚刚大爷所有的这个肉 你一吃你就知道 跟所有牛肉 它不是味道不是一样 它是一个融合的 把这个牛肉这个味道 发挥到极致的那种香气 其实我们网友在家里头 尤其在礼拜六礼拜天 这那一大多 做完以后到家里有这好多 很现代的保鲜盆 还有保鲜袋 把它晾凉了 装在壳里头 搁在冰箱里头 一个星期改天想吃 拿出一盒 一蒸 特别好 喝点方便面 一煮 吃饭吃方便面 小方母们 来吧 做吧 我们好好做菜 你们好好吃饭 关注老饭谷 吃饭不含糊 你也许有什么ays 你不想吃饭 一起吃饭 你吃饭